大家好 歡迎收看假狼告告 我們是 傑瑞 傑瑞 我是傑瑞 我是傑瑞 我是屬星星 我是Shining 這次南港跟內湖 我們終於開始第一槍了 第一槍 對啊 第一槍 所以說 我們內湖區 我們內湖區一個轉角 就打爛你們南港整區 因為轉角才會被人家打 也不看你現在在選一個地盤 我們這次的比賽條件是 Google的四顆星上 然後又不能超過一把五 是小隻的神奇美食 我們找到很厲害的 有啦 妳們有小隻啦 我們才是神奇美食 有啦 我們還有神奇醬汁 真的 就是這樣去就只能提味 只有醬汁 我們是神奇的這個餐 但是它整個攤下醬汁 這樣就是很難提味 因為醬汁就覺得很難找到 你們那邊可能 你們那邊找食物可能就是在 全台灣就找到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到 好 所以好 我們就這樣不換個散吧 好 再見 拜拜 我們今天精挑性選了三家 這很厲害喔 有 米粉湯 牛肉麵 然後還有一家鍋貼墊 都是滿推的 評價好像都不賴喔 對 我覺得他們已經可以為南港出戰了 它分別在中眼院跟後山坪 那我們就 出發 Go 我們南港主來到遙遠的中眼院區 沒錯 不過這家很厲害喔 我們南港還是有美食好不好 沒錯 這家是阿鳳米粉湯 雖然它的主打是米粉湯 但是我們還是點了其他菜 整個加成組合記起來 就會變得很厲害的一間店 這是小的牛肉飯 然後小的米粉湯 燙青菜 有豆腐跟紅油超手 這整個加起來正好150 經濟實惠 米粉湯 重責大人 招牌菜的重責大人 招牌 我的室友是前海大美食評論社社長 他的縣名跟我說這家的 很厲害耶 我覺得它很鮮甜 湯桶也很好喝 就很很膩 然後又很清爽的感覺 就超讚的 小牛肉飯 要搭配一顆熟手 這樣加成起來 味道才很爽 這湯真的很好喝 那我來吃吃看它的油豆腐 油豆腐也是推薦必點小菜之因 我覺得油豆腐是一個 化成天竺的存在 就你可能配個炉飯啊 然後煮菜再加 超爽點睛吧 我覺得很厲害耶 入口之外 我覺得一個人吃這一整份 就是很爽 你要一口這個 然後配一口超爽 這就是組合劑 加起來吃起來才爽 不錯耶 我們剛剛聽到我們說 這個湯啊 是它凌晨兩三點的時候 用大骨熬製 然後熬到現在 真材實料 難怪 所以它整個湯頭是非常濃郁的 超好喝的 它就單純身為一個湯的存在 也很好喝 身為外食竹菜也很重要 所以在150個口達 還可以點到一個湯青菜 我覺得非常的棒 大家不要以為南港區都很貴 你看這樣一整桌下來 剛剛好 150 而且聽說這是40年老店 哇 只要南港人都知道了 大家如果有機會來中原店附近 記得來這間愛內涵光的老店 沙漠還是會有日中 大家我們來到南港的中原市場 聽說這邊有60元的牛肉麵 就是這一碗 就是這麼一大碗 超豐富的耶 所以呢 除了60元之外 我們還點了一些小菜 就是花肝 泡菜 豬頭皮 這樣才130 對 這樣加起來還沒有爆一算 那我們來吃吃看 這邊蔥也加了很多 然後牛肉非常的多片 它就算只有60元 它牛肉還是超多片 你相信台北市裡面還有60元的牛肉麵嗎 就在這邊 大家 來吃吃看 這整個麵加肉加湯 搭下來就非常的特殊 好吃 我來吃 很好吃耶 這豆因為切的夠薄 所以不會太大塊而柴 那我們來吃看看它的小菜 湯很好喝耶 但是牛肉麵 不過它不油 而且肉很香 它滿雙厚的感覺 它花肝還淋了一點牛肉湯 所以整個是很下飯 這是老闆用手工切的喔 不是用機器切的 超薄 我來吃吃看 感覺超厲害的 很好吃耶 老闆還推薦這個醬 大家看來這裡面醬 裡面還有蒜片 加雞片你吃吃看 好啊 很厲害耶 我覺得有提味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滿喜歡那種 蒜頭醬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 所以加上蒜片就更厲害了 我覺得有提味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這裡 杯旁浪雞 我們整個 全部吃得很乾淨 而且牛肉麵加到那個醬啊 喔 真是景象天華耶 那個蒜片啊 整個咬下去 超好吃的 口感就非常的豐富 而且老闆說 老闆你只是做了這幾年啊 一直都是六十元 他為了挺迅速 真的很辛苦 對 所以之後也不會再漲價 所以大家記得 要用新台幣 過來下架他們喔 大家 我們來到了後山皮站 這裡聽說有很厲害的鍋貼 這個鍋貼就是一個五塊嘛 然後我們點了 這樣才五十 然後這個三 這樣子小隻也可以吃得很美味 這個鍋貼看起來非常厲害 完全沒有過焦還是什麼 就是煎得非常的平均 然後看起來也不會很油 來我們來吃吃看 看起來應該是會很脆的 三點原味 左邊是辣的 我吃吃看辣的 很好吃耶 外面很酥 很紮實 然後湯汁裹在拼裡面 也很酷 很讚耶 而且它餡蠻多的 它整個料的味道搭起來很棒 聽說這個玉米濃湯超厲害的喔 它一顆的料超多 要吃很久 很好喝耶 很濃稠 我覺得它一顆五塊超麻煩 但是它料好多喔 而且感覺吃很多也不會膩 它整個料的組合 喝喝看 不知道大家吃鍋貼都配什麼 我是玉米濃湯派 真的嗎 我覺得鍋貼的這個玉米湯 它這樣才會有靈魂 超讚耶 辣醬也不錯耶 不會到很辣這樣 而且它料才30 好大碗喔 然後它的這個蛋花 蛋花跟玉米都蠻多的 而且我大概點個五六顆 我覺得都薄了 整個超華盛 真的很紮實 讓我們歡迎成語教主來下結論 你看我們吃的很乾淨 滿分十分給個八九分不為過 我覺得它這個鍋貼真的很窄 因為它的那個皮真的很酷 我還蠻喜歡那種舒適的外皮 然後它不會太油 對 然後它吃索要那個皮 然後線很多 所以你可能吃幾顆就很容易包 真的我覺得 就CP值很高 一個人可以 那麼紮實 我覺得五六個都差不多 而且 很便宜碗湯 對 它在後山皮就會站出口附近 所以超級方便到達 所以大家如果到後山皮附近 可以來試試看這個真好裹貼 你覺得咧 我們剛剛吃的三家嘛 米粉湯 牛肉麵 鍋貼 那你自己心中第一個覺得最好吃的 我喜歡牛肉麵 從腦海中 牛肉很讚又很便宜 然後 康頭我覺得很清爽 鮮甜 不過像有一些就是很油那一種 然後小菜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阿鳳它的組合劑 就是它整個夾起來就是很豐富 吃CP值高這樣子 對啊 其實鮑貼那個煎的也不錯耶 我們當然要選一個 比較不可取代性的 沒錯 對 比較獨特的 那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那你就跟鏡頭講 牛肉麵 好 就決定是你了 出戰吧 GO 蔬菜羊肉湯 它的羊是帶皮的羊肉 裡面的味道都是乾脆 還有這些菜善發出來的甘甜味 我覺得很少會用原始的味道來做湯 真的很鹹 看一下 它真的看起來非常的澎湃 它的餅皮跟那個可麗餅不一樣 它是有加綠豆跟黃豆 那它用的麵粉也是高筋麵粉 香菜加上孜然 然後再配上那個生菜的一點淡淡的菜味 我覺得是一個最完美的融合